主席叶政司,还有我们的吕董事长,陈副主委,各位律师的官员,大家午安。 主席请吕董事长,请吕董事长。 您好,辛苦了。我们中华电信,虽然现在是民营公司,但是我们在整个电信业,仍然只龙头,只牛耳,因为你们先电条件好,大家努力,董事长的领导也非常成功。 我们很钦佩地,经常来参与很多的公益活动。 比如像我们每年的台湾灯节,你们都花一千万以上来做主灯,我们都非常钦佩。 那本席是建立,你们这个是全国性,经常有参与重大活动。 那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实在很可怜,我们有很多的社团或者基层的一些行政组织,办活动,或者什么公益活动要推动,也都找我们立委。 我立委现在只有台电跟中油,但是啊,杯水测薪啊。 是不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与起之下,我们各县市如果有真正的公益活动,那么各地区的这个营运处啊,也能够来多少给我们一些资源。 不晓得这个做法有没有,有没有可能。 谢谢,谢谢林委员的提醒。 这个,我们中华电信在能力范围内支持这个各种公益活动,我们会尽量来努力办理。 尤其是我们对于这个弱势团体的部分的这个资源,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公益活动的重点。 弱势团体。 对对,所以我们这个电信基金会,中华电信基金会,主要就是以这个创造数位机会。 这个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弥补数位落差,这个方式呢,来办理。 像数位合出兵衣等等这类,我们都尽量来做。 那希望啊,我们在地方啊,也有这个机会。不要说你全国性才有。 有啦,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数位合出兵,都是以在地啊,这个经营在地根源。 那么谈到,刚才董事长谈到这个中华电信基金啊,和中华游政基金啊。 这两个单位啊,有很多财产的管理。那本习大概在两年多以前啊,协助。 你们有一个都更计划,搞了两年多还搞不出一个名堂出来。 当然你们慎重啦,这个是部长都很关心。那部长的观念就和我们行政院一样。 透过都更计划,来繁荣地方,把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啊,让它能够有所改变。 那现在呢,我们有很多的考量,好像啊,还是,停留在那个地方。 所以董事长也能够帮我们关心一下,协助推动。 是,林委,你指的应该是电信协会。 跟那个中华油政协会。 油政协会。 不是基金协,我讲错了。 是协会的业务。 只是一个建议啦,好不好。 这个部分,本人认为,也是很有必要。 尤其是有一些地方,真的是有都更的必要。 部长也非常支持,因为行政院的政策,本来自建。 现在啊,内政部营建署还制定一个讲义办法。 私人都可以 不是一定要公办 今天这个主题 主要是谈中华变性 支援政府机关 有关救灾的问题 本席有几个问题 比如说要救教于我们 独自然 这一次日本的地震 引发台湾讨论灾害 防救的机制 这个当中最热门的话题 当然就是建立 手机简讯的预警系统 在我们中华电视的业务来讲 政府最近 也开始在建置 地震海销简讯 预警的系统 上个礼拜四在我们一任县的头城 也开始 接览开始装置地震监测站 请教董事长 NCC 原来说要一年才能够 建置 给你讲 公团 你 在一天 和 这 虽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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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